印象深刻 媽媽啦 媽媽說她要看電視看應該要哭啦 還有沒有其他的經紀人來 搶人嗎 搶人喔 對 一次來接洽 好像可以來接洽一下好了 李安導演有到後台來跟我打招呼 那我就是有一種被又體乎灌點的感覺 就是他非常的真誠的 把他看到了復都青年以後的會會 直接就當著我的面直接說出來 快快趕快說我們現在記者會上 我們想聽復都青年如何 李安導演說 他就說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作品 是 然後我說台灣有你這樣的演員 真好 你可以講清楚一點 清楚一點 來再來講一次 他說台灣有你這樣的演員真好 李安導演說台灣有無客人這樣的演員真好 對想不到 印象深刻媽媽啦 媽媽說她要看電視看應該要哭啦 她沒有 我媽媽沒有關心 不是說她不關心 因為是她沒有特別的沒有關注自己的我自己的表演 她有時候會看那她會有跟朋友討論 但其實她很少會說她看到我什麼作品看到流淚 流淚 對她第一次有這樣的回饋 所以我自己也是蠻緊張的 那我們建豪有選擇 你先進給人家去我發生嗎 有 他講給我 他就說 有啦你帥啦 沒有啦我那個開玩笑的 我覺得 那因為慧琳常掛在嘴邊 好 建豪本來是她心裡的第一 對 因為他們交情很棒 我們都很好 對啦 那時候我就有 開她跟慧琳開過玩笑 就是 她 對啦 所以 她什麼團體是這樣的嗎 當然啦 因為她 她有看到 沒有我們自己 我們有一個群組 對 有沒有其他的經紀人來搶人 搶人喔 對 我去做的接洽 好像可以來接洽一下 沒有 其實我覺得是大家好像以為我 因為前幾年有 還是有 前一兩年 那八年前還是有 後來好像大家覺得我好像處理得很好 對 但不是 是因為我很忙 我一直在拍戲 因為我在拍戲 我就不會想到說 我要再去接觸 因為是沒有時間去思考這個事情 不是我 不想 不是我不想 是沒有時間去思考 而且真的有在想 我有想到 是因為我工作 工作 工作的關係 可是我接下來工作的朋友 我不會那麼忙 因為 本來在 本來自己就有設一個挺能點 你在四十歲之後 可能工作的方式 必須要做一個轉換 那 對啊 也因為前面累積的東西已經足夠了